惩罚台独顽固分子进入新阶段 后续手段再跟上 台湾民众可以安心了 自大陆6月份公布了 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以来 至今已经一个多月了 到8月份大陆国家办又有了重要动作 在其页面顶部设置的 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大标题 被加大加出处理 台独两字为绿色 其余字体为黑色 背景是鲜艳的五星红旗和庄严的法庭 这样的页面极其醒目 在这一专栏中分为五个板块 依序是 一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 二中共中央台办 国务院台办发言人有关表态 三法律文件 四举报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 线索和罪行 五举报犯罪严重的新台独顽固分子 在清单在列的台独顽固分子板块内 树贞昌 游锡坤 吴钊燮等人的名单 被逐一列出 同时网页下方正中还公布了线索举报邮箱 不仅如此 公安部网站也新增了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 此前实施了关于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三栋分裂国家犯罪的意见 对台独顽固分子的各种分裂行径 明确了适用分裂国家队 三栋分裂国家队的具体情形 规定了相关犯罪所涉及的首要分子 罪行动大 积极参加等认定标准 还明确对台独顽固分子分裂国家 煽动分裂国家犯罪案件 可以依法适用缺席准办程序 国台办国安部政府网站上的上述变化 充分表明大陆方面对依法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高度共识 也意味着惩戒台独进入到了落实阶段 和制度化的阶段 推进法治建设 完善举报制度 名列台独顽固分子名单 也等于在释放以下信号 第一 中国大陆针对的台独顽固分子 目前就十位 而不是赖清德当局所说的 针对台湾的普通民众 这也预示着 大陆仍然会推进以台湾民众的融合发展政策 只打击极少数 这有利于缓解台湾民众对大陆反独政策的疑虑 第二 增加举报邮件 意味着台独顽固分子名单将会越来越长 也就是说 这十个人只是第一批 以后 只要满足标准的台独政客 都有可能上榜 第三 打击台独的行动会越来越具体 也会陆续宣判罪行 公布台独顽固分子名单 只是第一步 更重要的是如何给他们定罪 量情标准和如何执行 都需要进一步明确 比如是否会对台独顽固分子 实施缺席审判和跨境抓捕 最终要能落实对他们的惩戒 这一点非常重要 这一系列的举措 是为了震慑更多的台独支持者 维护国家的和平统一 让其他的台湾民众可以放心安心 第四 留有余地 毕竟还没有将蔡英文和赖清德纳入名单 说明我们没有到采取彻底参牌行动的时候 在完成统一的道路上 我们不只是要积极做好军事斗争的准备 也要在舆论战和法律战层面发起攻势 让那些破坏两岸交流 推动台独的守卧分子 惶惶不可终日 在解放军采取军事行动之前 这项工作非常重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